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 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要告诉你你也成不了大气 但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一定要去努力实现 其实大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最接近于成功的时候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冥阿法 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来相见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3月29日 下午的3点11分 今天分享一下IOD Night 那么它是一个挖矿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它是热门赛道Solana上的一个 Solana加AI加低品加Rounder的扶持 目前Rounder的市值是40亿美金 你没有听错40亿美金 一旦这个IO上市将大概率直接首发必安 热度非常之大 所有的用户都一用而上 我们这边直接开始今天的实战教学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忘记说了 那个它那个是要全去模式的 就是你的VPN节点 比如说那我以我的举个例子 那我节点的话要改成全局模式的同时 要配合这一个相对应的crush 进行全局模式的一个篡改 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运行任何程序的 那这里要去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你完整看完本期视频的话 视频莫动会放出我对于此次空头的一个预期 以及我对此次空头的一个看法 那么同时的话 今天是作为一个首把手教学视频 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完完整整的给大家演示一遍 那么遇到的一些过程当中 一些问题什么的 我们大家一起去解决 如果在我视频出完之后 你去应对的时候 还是出现些许的问题 请您在评论区当中认认真真的评论下你的问题 当然你不认真的话 我可能不太清楚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所有的评论我都会将一一的回复 如果有问题 那我到时候会 着一的来解决这个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这边不多废话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实战教学 那首先我自己做了一个五标题的文档 那么 首先第一步安装到这样一个软件 那么它是那个 DACO的Disk Top 那我们这边就先下载一下这个页面 页面之后的话是转到这里 转到这里之后 你相对硬的选择到你的那个操作系统 注意注意 如果你是AMI系统的话 请 一定要选择到Apple的那个Trop 就是这个 就第一个 直接点下载就可以 如果你是Internet 你才可以选择下一个 它不是说这是两个是同一个 它不是说这是一个母文件 下面是子文件 不是的 它是其实是有四个系统 一个是那个MessetM1以上 然后这是Internet 然后这是Windows 然后这是那个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感兴趣的你就可以那个 然后你这边下载完成之后的话 进行一下那个安装 我这边已经安装完成了 相对的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转接到相对的第二步 打开到这样一个 然后移动到这个页面当中 那我们先去点开这个 打开这个主页面 那我们当前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板的页面当中 那我估计就是在这个页面当中停留 应该我们去寻找一下 那这里的话会有三种登录方式 有Gmail的登录 那个有Google的登录 有那个推特的登录 以及是自己的Email的登录 你选择任何一种登录方式都没有关系 我能此次的话选择到我的Gmail的账户 然后我点击一下登录 选择完成账号 然后点一下继续 继续完成之后 就会登录到这样一个主页面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这不算 那我们当然可以翻译成中文来进行 那个整个 它为什么是 我们这边修改成为另外一种语言 它肯定 是我昨天那个突然间设置了一下 那不好意思 给耽误时间了 那我们这边点击 我们正面临高负载 那我们点击一下从事吧 然后这边就会相对应的 那么继续 一直等这个页面刷新好了 登录不进去 没关系 一直刷新 保证就一直刷新就行 不要管它 就一直刷新 然后选择到相对应的网页 左上角 点击到Worker的这个页面当中 那我们点击到相对应的Worker 我们要找一下 在这里应该是 它这里有个选项 在这里 iCloud当中 左上角 然后点一下Worker 这边会对应出来这样一个 那我们先去创建到一个 新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下一步的操作 点击右上方 Connect NewWorker Worker 然后我们这边选择到 那个点击 然后这里就会有相对应的操作系统 同样的可以翻译成中文 没有关系 这边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 我们是MyCOS 今天做事例的话 是MyCOS 如果你是Windows系统的话 也没有关系 Windows系统的话 我单独放一个教程 然后放在视频的简介处 你直接可以参考 然后它是企业级GPU和使用程度 那我们这里是勾选不了 所以我们只能选这里 Windows系统应该是两个都可以选 你这个就看你自己选了 然后设备的名称 这个就没有关系 随便勾选就可以 然后你是CPU工作者还是GPU工作者 那你这里肯定是勾选CPU 因为我们是那个 然后继续点重新 因为我们是那个MyCOS 你是Windows的话就无所谓 然后这边继续继续 一定要那个 没关系 如果它出现这种东西 你就一直刷新 一直刷新 因为现在人太多了 涌入的人群太多 所以它会造成这种情况 那我们这边相对应 都能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那一步 一定要快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快 那今天这个教程 是绝对手把手教学 然后点击到相对应的 那个设置选择 这里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相对应的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这边 这边已经进入到 这样一个板块当中了 那我们继续刷新 因为要给大家演示 所以我就比较有耐心 那如果你去操作的话 尽可能先看一遍我的流程 然后再继续接下来的操作 然后赶紧的趁着这一步 做完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到相对应的 那个打开终端 终端在哪里 我告诉你 在启动台的这边当中 其他有一个终端的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就相对应的点开 点开之后 依次的复制三条命令 第一个 先选择到下载 这个是我们已经下载完成了 不要 不要 不要在那个 那个下载了 我们就已经下载完成了 它是那个 Docker 就我们刚下载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 运行命令 并加载这种二进尺的文件 我们点击一下Copy 相对应的Copy 然后命令一复制 这个时候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先提前一步 把这些所需要的东西 全部Copy下来 那我这里把它提前Copy 复制下来 这这里 直接就在这里方向上运行终端 那这里首先要确认一下 这个页面当中 是否有存在 我们过压的这个行为 然后这边选择到第一个 回车的命令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那个复制 复制完成之后 点到终端 终端我刚已经演示过 它在哪里 在那个应用程序当中 这里启动它 然后点击到这个中端 OK了 我这里就不演示了 我继续开始了 然后这边直接去Copy复制一下 然后一定要敲一下回车 回车完成之后 等待一下响应 相对应的响应完成之后的话 进行一下第二个 依次点击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那个复制 然后再转到中端 然后再去Copy 然后点击回车 第三步 再去把这个复制下来 复制完成之后 再回到当前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点击Copy 然后再回车一下 那我们这边就把它放在一边 就等待一下它这个响应就好了 它这里其实就已经OK了 这边就已经下载完成了 在这里 有提示就可以 然后这边就是waiting waiting就OK了 然后这边有相对应的 这个字符串 那我们这边不做过多的赘数 我们这边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边点击到这里 没关系 这里重复的话 再点击到一次 然后点击这里 然后名字输入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下CPU的Worker 然后那好吧继续 我非常有耐心 跟他一起好 好好好 然后这里点击完成 然后整一个 那我们 行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它总是快我一步 那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 还是会提示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步完成之后 所有东西完成之后 直到这个刷新 我们就已经刷新完成了 然后点击到那个相对应的 Docker的这个软件 那我们刚刚把它那个去除掉 那这个时候的话 点开这个软件 相对应的打开之后 它这边会团出这张页面 在对应的这个Complete 全部完成之后 它这里会自动显示到这样一个 那你至于说要不要登录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登录 你点开这个软件之后 你自己安装完成之后 选择到 Without 就是Sign In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登录方式 然后这里就会登录 然后这里就会有相对应的 这样一个演示板块 然后这里你要去注意的是什么 你点开到设置这个环节当中 去看一下自己是否是最新版本 如果不是最新版本 你要去下载一下最新的一个版本 我这个是最新版本 那说明下载的那个网址应该是对的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争取 然后相对应的就在这里 然后这里就其实就已经OK了 然后在这一步的话 教大家怎么确认 首先你要去勾选一下 它这里出现这样的 就说明是可以的 如果这里是暂停 然后这是中止 相对应的都有所提示 然后这边我们再转到 相对应的我们原先的 那个网址当中 然后点击到这个work板块当中 你会出现你的名字 以及你正在挖去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已经显示 这其实就已经成功的 然后你可以尝试翻译成 那个中文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什么意思 目前是闲置的 就算你没有人在 作用你的这一个 那个CPU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都可以带来一定的价值 它同样是在奔跑的状态当中的 那我这里在后文当中 我会仔细的说一下 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的话 这边就已经判定成功之后 我们转到那个 earning or rewards 这个板块当中 然后一直会出现 不能无法进去 那没有办法 那你只能一直点 一直点 这里没有任何捷径 也许你可能尝试通过切换节点 或怎么样 也许可以 但我没有尝试过 那我觉得应该不太靠谱 估计它是服务器过载 所以你就一直刷新 一直刷新 直到这个一边刷新完成之后 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绑定一下自己的 Solana的钱包 我说成这样 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吧 那首先在这个方向上 我们把这个图片 尝试看一下 能不能放大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 然后把自己的 那个钱包地址输入进去 它是在这个 SitePayout 网页中输入自己领取的 奖励的Solana钱包地址 Solana钱包地址的话 是这个钱包 这个钱包 这个是Solana的 那个区块 他们相对应链的 那个钱包 然后这里就是 所有今天 已经演示完的 教程视频 包括怎样去挖 包括怎么样 应该不会出现 问题 如果有问题 还是那句话 评论区你问我就可以 然后这里 我就开始文章的末端了 我要去说一下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谈谈这个项目 发展到什么样程度了 它的数据怎么样 用一个字的总结 那就卷了 目前GPU的总数和CPU的总数 都均意超出 如图所示的这个数值 GPU的话 应该已经10万以上了 CPU的话 已经超2万以上 然后算力的这些 这都不是我们过多去赘述的原因 我们大致看一下空头的规则 规则的话 在这里有所体现 我们这边 其实它目前的全平台租利率 租利率在1%左右 也就是供应远远大于需求 那同时这个项目空头的总量 又是有限的 增加的机器越多 每个人未来获得的空头 将会根据机器增加的越多的情况下 分得的就会越少 那么我们个人怎样去看待 目前更大于需求的情况呢 个人认为 目前这个情况很流利于项目方的规划 因为平台先需要大量的算力 才能去找到大客户 如果你平台前期都没有很大的算力 做支撑 他没有办法去谈一些很大的算力 那他们公司也在根据 本周的LMA的会议当中 明确表示将很快会公布一些 大型的人工智能公司 以及游戏公司的合作协议 那这些大公司加入之后的话 那这里就是具体的一个说文 到时候会把整个文档分享给各位 大家可以去自行去参与 那有了这些大公司的加入之后呢 平台的GPU或者CPU的利用率 将有大幅度的提高 那也就是我刚刚在这个板块当中 给大家遗留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CPU 目前是在闲置状态当中呢 因为没有人租用啊 然后就算没有租用 你也是在那个挖取成本的情况下 那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的啊 其实 然后再去说一下 你获得的空头数量 大概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首先是你的机器型号 你当然那个CPU或GPU 那个越贵 那当然挖的越快了 CPU 然后机器型号 机器的数量 那这个就 你看你有几台了 然后网速 在线时长 稳定性 等多种元素来决定的 这里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比如说你有十台A180G的显卡 理论上来说 未来的空头一定是大于十张4090收益的 那具体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这边的话 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边做一个这样一个预期啊 那首先它是Solana链上的 大家知道那个Solana的生态太火了 最近Solana生态空头的项目方都很大方 估计估值都是很高 然后同时今天又是作为一个大猫 它又是兼并了AI概念的 最近这个新叙事的话 AI已经势不可挡了啊 然后 目前流通的市值 在我一开始视频当中可以提出来 Rounder它目前市值花40亿美金 总之这个buff是叠满了 导致现在这么卷 其实我个人 去做这样的类似的话 也就可能之前早期的那个Gas Gas是一直挖到现在 那它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当天可能去挖的时候 登不上啊 或者是第二天登 怎么越来越少了 确实问题很多啊 这个同时去反应啊 或者怎么样 它也在虽然是很积极的在回复 正在修复中 正在修复中 但大家懂得都懂 然后这种的话 我们去无论它上不上线 那个币安或怎么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先去博得 它前期的一个早期筹码 即使反弱的话 你也手中有筹码 同时结合二级市场的话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啊 然后这边中 有比较麻烦的一点 就是很多电脑中间 会弹出一些错误 这个错误的话 有可能百度会给你解决 有可能就是你去DC群里面问一些社区的人 他们也会回复你的 为什么他们会回复你 我告诉你 因为回复的话是可以奖励的 官方会给予奖励啊 那部署机器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那只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机器掉线 机器掉线一方面是官方的问题 一方面也可能是你个人的问题 个人问题的话就是节点的问题 那我们只能挂的是节点 但挂了节点都知道 大家那个网络会大打折扣 原先可能是网速是在100MB以上的 那可能用了一下节点之后 就只有230了 这种多数有可能啊 这个就没办法节点了 然后那个 所以你去多关注一下官方的公告 那今天的话所有的机器 还是不太稳定了 那关于今天这个Io的分享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评论的啊 感谢大家观众老爷的收看啊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